哈喽,大家好啊,我是美美,一个下肢瘫痪的轮椅女孩 美美是因为19年的一场意外车祸,导致肚气以下失去了知觉,然后大小便失筋 对于我们下肢瘫痪的人来说呢,有几个问题会被深深的困扰 就比如说我们坐在轮椅时间长了,会浮肿,血雨循环不好 然后如果稍不注意的话,可能就会血栓,危及到生命 然后我的下半身因为不能自主运动了,所以也会萎缩得很严重 从一个健康人变成下肢瘫痪的轮椅女孩 说实话,需要太多的时间去适应,也需要太多的时间去接受一些并发症和病痛 包括一些异样的眼光 但是既然活下来了,所以我就想选择面对轮椅上的生活吧 希望有一天,医学能让我不再那么痛苦,少受一些病痛的折磨 也希望有一天我还能像正常人一样,和大家肩并肩的行走 谢谢所有支持美眉的朋友,我会加油